我妈让我给我弟还3000块钱的车贷 我老公的一句话 让我看清了所有人 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呢 说让我给我弟还3000块钱的车贷 我老公一听就跟我大吵了一架 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虽然我已经嫁人了 但是我爸妈呢还经常给我打电话 而且呢每次都跟钱有关 不是让我帮他们转生活费呢 就是让我帮他们解决我弟的各种问题 这不昨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 因为前段时间呀大环境的原因呢 弟弟单位停工了不发工资 这个月有3000块钱的车贷 你帮他缓一下吧 妈这一语气不是在商量 而是直接命令 挂了电话之后呢 我老公就直接跟我说 有你这么过娘家的忙 咱们过还是不过 晚晚有一天会被他们拖垮 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我又等着我老公主动的来接我 回到娘家之后呢 我爸妈非常的生气 他说你连这几千块钱的主都做不了呀 我弟也告诉我 你千万别理他 一定要挺住 就这样我在娘家呢住了三天 但是我老公并没有来接我 我的心态呀直接就崩了 家人说他不来 那么你们就先分开 然后呢他们就商量说 如果抵婚得到多少财产 因为我家有两套房 有一辆车 但是全家人压根就没有 一个人关心我的感受 考虑我是不是难过 然后我就说 房子你们分不到了 他们三个就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这几年生意不好 房子我已经抵押了 他们听到之后 不但不安慰我 竟然直接骂我 说我没用 最后我就问他们 如果我离了婚 以后我可不可以长期住在娘家呀 谁知道这个时候呢 他们三个竟然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妈就说 分开啥呀 你俩过得也挺好的 然后我爸也说 我也不支持你们分开 听完这话呢 我瞬间就感觉到非常的心寒 我直接告诉他们 我要回去了 就在我打开大门那一瞬间呢 我就看到我老公的车 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我俩对视了一眼 我也没有说话 我就直接趴在我老公身上 哭了起来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要为自己的小家做打算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